这部成本低到只有600万的科幻片 却让15万人打出了8.2的高分 它的结尾更是让无数人毛骨悚然 它就是被称为人工智能版毒液的升级 在十年后的世界 人工智能已经彻底的成熟 无人驾驶汽车布满整大街 3D打印更是能够满足所有日常需求 就连生物改造都变得普通了 可唯独眼前这个名叫格雷的男人 偏激地抵触所有高科技 他只相信自己亲力亲为的双手 作为机械师的他 这天带着老婆一起将修好的汽车送还客户 他们走进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就看到眼前一个男人正在摆弄着乌云 等到男人回头 格雷妻子惊讶地发现 他竟是全球最大人工智能公司的老板 接着老板带他们参观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 眼前这个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芯片 智脑 它可以驾驶任何事 谈到任何事 计划任何事 它是新的 但格雷却丝毫不感兴趣 然而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 也许是在后排开车的他们车速太快 自动驾驶的汽车突然偏离了轨道 接着开始失控擅自加速 最后撞翻在一处平民窟 接着 一伙杀手来到了他们车前 这伙人明显是有备而来 他们带着面罩屏蔽了无人机的面部识别 直接一枪打死了格雷的妻子 接着不顾格雷的疯狂喊叫 又用另一支枪击撞了他的脊椎 只是瞬间 格雷发现自己全身都无法动的 看着近在咫尺的妻子死在自己面前 他连最后握住妻子的手都做不到 三个月后 格雷经过抢救活了过来 但全身瘫痪了他 下半辈子只能在轮椅上步过 尽管各种高科技能够保证他的日常生活 但他唯一想做的只有报酬 他无数次的来到警局 但警察却依旧连嫌疑人的身份都查不到 格雷终于绝望了 他利用机械臂试图服药自杀 可是人工智能自动联系了医院 他再一次的被救活了 人生最大的绝望或许莫过于此了 出乎意料的是 之前修车的老板来到了医院 他直接告诉格雷可以帮他重新站起来 通过上次给他看的那个治脑芯片 但前提是手术需要在老板家里秘密进行 并且还需要严格对外保密 为了给妻子报仇 格雷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很快 手术开始了 治脑芯片成功的植入到了格雷的脊椎 等到格雷清醒后 震惊地发现他的手立马就可以动了 接着他又尝试着站了起来 甚至走上了跑步机 哪怕是速度调到最大 他都可以轻松应对了 格雷回到家后 第一件事就是继续调查妻子被杀的案子 可是不管怎么看 他还是找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格雷差点就被吓蒙逼了 经过未知声音的自我介绍 他这才得知植入他身体的治脑竟然还会说话 而声音是通过他的耳膜发送的声波 所以只有他自己才能够听到 接着治脑告诉格雷 他在刚刚的录像里发现了一些细节 一个杀手手上有一个纹身 格雷尝试放大 但是通过肉眼还是没法看清 于是治脑得到格雷的同意授权后 控制着他的身体像打印机一样 清晰地画出了这个军队里特有的纹身记号 接着又通过这个纹身 一瞬间查到了这个人的身份信息 格雷又懵逼了 警察三个月都没有查到的线索 治脑只用了一分钟就做到了 这边格雷刚准备给警察打电话 但又被治脑阻止了 因为这种证据警察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他只能靠自己了 趁着对方出门的空隙 格雷进入到了杀手的家里 可是就在他四处翻找证据的时候 杀手又突然回到了家里 治脑看准时机让格雷先下守围墙 但是从没打过架的他愣在了原地 随后格雷就被杀手按在地上摩擦 就在他差点被杀手掐死的时候 治脑提出接管他身体的建议 一瞬间夜问上身的格雷再一次懵逼了 他的脸上布满了慌张和害怕 但身体却诚实地继续蹂躏着杀手 当杀手拿起刀的时候 格雷害怕地大喊不要不要 接着下一秒就用一个不能给别人看到的裂口砂 解决掉了杀手 重新拿回身体控制拳的格雷被自己吓吐 而贴心的治脑又建议他抹除掉屋里 所有他的指纹和痕迹 随后格雷也在这里找到了下一个线索 其余的杀手可能在一个叫做老骨头的酒吧 继续装作瘫痪的格雷来到目的地 一杯威视剂下渡后 格雷无比嚣张地对着整个酒吧大喊 他说这里有个人杀了他老婆 让那个人自己站起来 别逼他动手 等到格雷说完后 整个酒吧的人哄堂大笑 但真有一个黑人笑着站了起来 直接将格雷推进了厕所 命令小弟将他丢到地上 他拿出小刀开始拷问格雷 但此时格雷的痛觉已经被治脑关闭 直到格雷确认他确实是凶手之一后 第一时间将身体控制权交给治脑 不出意外 三个大汉接连就被治脑轻松反杀 黑人更是被治脑用匕首无情的拷问 当格雷终于得知了这伙人老大的名字后 治脑突然提醒他 人工智能的老板定位到他的位置远离了家的范围 正在远程关闭系统 这样格雷又会陷入瘫痪了 他建议格雷找到一个黑客给系统植入一个防火墙 治脑也贴心地提供了黑客的地址 于是格雷丢下轮椅后开始狂奔 就在他即将到达目的地时 治脑也在慢慢地被关闭中 格雷的身体机能开始逐渐消失 庆幸的是在最后时刻 他还是爬到了黑客的门口 很有职业操守的黑客收到前后 温柔地将格雷拖了进来 就在黑客开始编写代码的时候 这伙杀手的老大也找到了惨死的黑人 通过对黑人眼球数据的调取 老大看到了黑人被杀的全过程 也了解到了格雷即将要去的地址 报酬之前 他先找到了见死不救的酒吧老板 当着他的面打了个喷嚏 飞沫里藏着的无数内米刀刃 借助气流钻进了酒吧老板的鼻孔 随后他的大脑就被搅得吸碎了 接着老大带着小弟继续追杀格雷 这边黑客刚植入好防护墙 就通过监控看到了杀手的踪影 他果断地收拾完设备直接离开 于是等到杀手进入到房间 看到的是像虫子一样在艰难移动的格雷 还好此时智脑终于重启完成了 格雷抓住空隙立马逃了出去 老大不慌不忙地追了出来 甚至还顺便解决掉了电梯里赶来支援的警察 这边格雷被小弟堵在了天台上 智脑操控格雷反手一个寸击 所以等到老大来到天台后 见到的只剩下小弟的尸体了 回到家的格雷倒头就睡 却被突然造访的警探吵醒 原来接二连三的命案发生后 警探通过监控在案发地点 都看到了格雷的身影 他不得不怀疑格雷在私下报仇 瘫痪的格雷有恃无恐地编造出借口打发了警探 却没注意到警探留下的窃听起 等到警探离开 格雷也要求智脑不要继续杀人了 但智脑反驳了格雷 甚至直接让格雷再次瘫痪 现在的智脑已经能够自主掌控格雷的身体了 而他们还不知道的是 他跟智脑的所有对话都被警探监听到了 虽然听不到智脑的声音 但警探也猜到了一个大概 于是等到格雷驱车去找杀手老大使 警探也在身后跟踪他 路上格雷终于发现了口袋里的窃听起 他立马开始加速 眼看着始终无法摆脱跟踪后 智脑控制着路上一辆自动驾驶汽车飞快的后腿 随后直接撞上了警探的车 成功甩开警探后 格雷找到了杀手的老大 在双方的对峙中 格雷了解到杀手老大的体内竟然也存在智脑芯片 接着他还告诉格雷 他们的目标并不是杀害他妻子 而是为了让格雷瘫痪 听到这里 愤怒的格雷直接开枪但被杀手躲过 接着两个改造人扭打在了一起 很快格雷就落入了下风 毕竟同样的被智脑所控制 彼此的招数都能被预判看穿 而格雷的体力毕竟不如当过兵的老大 就在老大的手枪已经对准了格雷的时候 格雷利用人性的弱点 通过嘴炮成功激怒了他 事后格雷查看杀手老大的手机 竟然听到了人工智能公司老板的声音 格雷终于明白了一切 老板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而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成为植入智脑的试验品 怒气冲冲的格雷立马找到老板的家里 还没等到老板开口 警探就出现在了格雷身后 格雷顺从地丢下了手上的枪 可是等到放松警惕的警探进身时 智脑控制着身体瞬间从地上弹起 就在智脑准备先解决掉警探时 格雷怒吼着用意志尝试和身体对抗 但显然现在的他已经无法和智脑抗衡了 他只能一边流着泪 一边请求警探用电击枪制止他 在电流的作用下 格雷终于瘫倒在地 此时老板拿着枪颤抖着走了过来 他终于说出了最终真相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智脑所操控的 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虽然智脑是老板所研发 但是随着智脑的智慧急速发展 最后竟反过来彻底控制了他的公司 老板也成为了他的傀儡 而在最开始不管是接近格雷 还是植入芯片 这些都是智脑在背后下达的指令 因为智脑想要成为人类 而格雷这种没有植入过任何机械的身体 就是他最完美的容器 就在老板被智脑突然发出的声音所蛊惑时 智脑重新恢复了过来 一瞬间出现在老板身前 直接将老板干掉 接着又拿起枪对准了警探 格雷继续拼命地对抗着自己的身体 他用尽全力将枪对准自己 下一秒格雷莫名地从医院惊醒 这一切都好像只是一场梦 他没有了智脑 身体也没有瘫痪 就连妻子也出现在身边 眼前的一切都是他梦寐以求的 但眼前的一切 却也是智脑刻意营造的意识假象 因为格雷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 智脑彻底完成了对身体的接管 从这一刻起 他彻底的机械飞升成为了人类 最后智脑缓缓走向了黑暗 而他的计划或许才刚刚开始 感谢观看